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一名失智症的病例 并且我们知道失智症在这几年来是逐年的上升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医学新知是一个 最近爆红的一款新的药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它是我们阿兹海默症的新的标靶药 那它叫做伦卡奈丹抗 丹抗的意思就是丹珠抗体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抗体药 那么它就一定会结合到一个抗原 这个抗原跟抗体的结合是一种免疫疗法 那它结合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抗原上面 我们又称之为它是在打靶 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是一个标靶药 那这一次这个伦卡奈丹抗 它到底是打到什么靶呢 它打到的是我们阿兹海默症里面最大的一个特征 也是最早期的特征 叫做β類淀粉蛋白 我们按照这个假设模式我们来看 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进展过程 首先出现的就是β类淀粉蛋白 它可以在你开始有失智症状 忘东忘西这些情形出现之前的15年 就已经开始在你的脑里面囤积了 再下来第二个特征是滔蛋白的变性 滔蛋白的变性就会造成你神经纤维的萎缩跟软缩 然后脑组织的萎缩跟缩小 那我们曾经在这个爱脑该怎么做 这整个失智症系列的直播里面 有跟各位讲到过就是 本来我们的脑就是像一个保水的丝瓜 然后你如果开始因为这些β类淀粉蛋白进去囤积之后 阻碍这个神经纤维的一个舒张伸展 然后造成又结合到滔蛋白的变性之后 你整个脑就像是脱水的丝瓜 变成菜瓜布 这个滔蛋白还有这个β类淀粉蛋白的成绩 这两个都是发生在你的失智症的症状出来之前 也就是说呢 等到你的失智症症状出来开始旺东旺西的时候 其实你之前已经进展了15年了 这个预备动作要让你失智症 那么科学家现在就是找到这个伦卡奈丹康呢 去打这个把就是你的β类淀粉蛋白的 βprotofibrius 就是β类淀粉蛋白要生成的时候最原始的这个纤维 他去打他他的把就是这个 所以呢如果呢目前做出来的这个实验的话呢 他去打他之后呢 他是可以阻止你这个β类淀粉蛋白的这个斑块的形成 根据我们台湾这个媒体啊 是写说啊 刚出现症状一年半之内的人有效啦 然后呢大概可以呢延缓个五个月左右的恶化 也就是说可能可以呢 让你逆转到这个五个月前的情形啊 你这个五个月慢慢恶化嘛 但你现在可以进步到五个月之前的情形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媒体讲的 然后呢又讲到说 日本的卫采株式会社和美国的百件药商 已经向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扣关了 所以台湾的卫福部一向是紧紧的跟在 这个美国的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后面 就是中心耿耿的跟随 只要美国过的东西台湾大概也会过这样 所以是预计2025年在台湾可以上市 可以造福这些早期失智症的患者 那这里要强调是早期因为如果呢 斑块已经囤积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之后 已经造成这个淘蛋白的变性 然后神经纤维的软缩跟萎缩太厉害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算呢 不让它再形成新的β類淀粉蛋白 不让它再形成新的斑块 或者去清除掉这些已有的斑块 这些已经软缩跟已经退化掉 已经萎缩的这些也不会再长回来 不会再碰起来这样子 所以太慢的话这个药可能就缓不济及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样一款新药 当时也是被赋予高度的期待 但是台湾没有合可过 那一款药叫做Aducanamab 那这一款药呢当时是 在美国引起非常的多的争议 因为呢它第三期的这个治疗效果没有很好 可是美国FDA还是给了它快速通关症 就是说我们一样我们一边使用 然后一边观察效果 那后来它就是没有办法证实它自己有效 然后它的这个副作用又比较严重一点 又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后来就没有被同意啊 就快速通关了一小阵子之后 这个合可症就被收回去了 那它呢跟目前这一款药 一样都是一个抗体药 一样都是打在这个β類淀粉蛋白上面 只是它的靶跟这一次的这个 伦卡奈丹抗的这个靶有点不一样 它是比较针对一坨一大块的这个β類淀粉蛋白斑块 但这次的伦卡奈丹抗是针对这个 一丝一丝的这个β類淀粉蛋白的这个纤维 就是它还没有需要聚成一大块的时候 伦卡奈丹抗就是先去打这个把这样 所以感觉伦卡奈丹抗它可以抑制斑块的生成 阿杜卡玛是斑块已经形成一大块之后 我们再来慢慢把它清除 那这个伦卡奈丹抗呢 它其实也是快速通关 它也是二期通过之后呢 证实有效之后美国就已经先发核可证给它了 它从去年11月才开始要做1795个人的 这个第三期临床试验 但它在今年的1月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快速通关核可证 而且呢美国也很急呀 因为美国真的他们的平均寿命比我们台湾人更长嘛 但是呢美国的现象就是只要超过85岁的话 大概两个就有一个失智症 也就是说它的国家人民可以活很久 可是呢活很久以后有一半的人失智 那这样当然对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在这个公共卫生上面有很大的不利的症状 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失智症的药是需求恐急 在今年7月6号美国FDA正式核可 那这次给它核可之后呢 它又立马的就把它纳入了这个美国的联邦保险 那这个联邦保险的意思就是说呢 是美国国家级的一个保险 它主要针对服务的是65岁以上这些退休的老人 那如果是年轻人可是disability失能的话 也可以纳入就没有工作 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末期肾病需要洗肾的这些患者 也是Medicare照顾的对象 那针对65岁以上这一群人的话 这一次伦卡赖丹康被纳入Medicare 他就可以造福大概6000万个老人家 可是他们被要求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个药的话 你要登记 而且你要定期的报告跟回馈你使用的状况 等于是这些65岁以上的老人家 是被当成这个实验组来做实验的意思就对了 因为我们这个第三期实验还没有完成 然后FDA会继续的去观察这个实验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这个成效到底好不好 那他这个费用的话呢 大概一年是26500美金 有Medicare呢 老人家还是要大概付个20%左右 所以还要可能再付个16万17万台币左右这样 那他是两个礼拜打一次注射型的 跟之前的阿杜卡玛就不一样 阿杜卡玛更贵 他是一年就要56000啊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他的副作用 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他有比较让医师稍微放心一点 就是他副作用比上次那个阿杜卡玛好很多 我们知道呢 阿杜卡玛跟这个伦卡奈丹康 他们都是一个免疫疗法 所以他就会在身体里面的引起一些免疫反应 他是抗体药嘛 他会结合到身体里面的这个β類淀粉蛋白 这是抗原 抗原跟抗体结合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反应 伦卡奈丹康26%以上的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发烧 发冷 然后呢长疹子 可能会关节酸痛啊这些的 就是免疫反应嘛 那再来的话他还有比较让人家担忧的就是脑水肿跟脑出血 脑水肿的话大概12%左右 脑出血大概是17%左右 这个已经比阿杜卡玛少三分之一了 而且呢他大部分啊这个脑水肿其实是没有症状的 那是怎么发现脑水肿 因为呢他这次是针对β类淀粉蛋白来做一个拔嘛 他的拔点 那所以我们会用一个特殊的检测叫做 β类淀粉蛋白的正子摄影 下去观察追踪你有没有改善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 如果你这个红色的这个黄色这个越来越少的话呢 就是你的β类淀粉蛋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他也有清除的效果也有预防生成的效果 那这个呢β类淀粉蛋白的正子摄影跟我们一般呢 我们民间听到这个正子摄影呢 其实呢差别只在于你注射的东西不一样 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二本乙烯类的东西 只是打进去的东西不一样 但都是运用这个放射线的原理啊 就是这个二本乙烯它会被这个β类淀粉蛋白吸收之后 然后它又放出放射线 然后我们就去搜集这个放射线的这个成像的原理 可以看到你的β类淀粉蛋白到底成绩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常状况跟不正常状况 这个都是目前期刊发表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合一科在做的呢 这个药呢如果在台湾也合可的话呢 我们这个整个台湾这合一科可能就要20倍的忙碌 因为这个需求量会变得很大 你用了这个药之前 你要先去做一次正子摄影 你用了这个药之后呢 你要去追踪到底有没有效 你要继续做正子摄影 目前是这样 那我们跟各位讲到的就是说呢 这一次的副作用已经比上次少了 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费用呢 在美国来讲的话呢 它也比上次低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目前看到就是它对于认知功能的改善有26% 然后对日常生活的这个治理能力呢 它可以改善37% 不过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它仍然是属于早期的这一种我们可以期望比较大一点 那如果中期的话呢也许也还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就是不要期待它的这个改善会趴数这么高 那如果是晚期的话呢 恐怕你能够期待的趴数就更少了 所以将来如果号称在2025年在我们台湾会上市嘛 将来是不是能够纳入我们的健保 这个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适应症 只限这个早期患者能够健保给付 那其他呢不符合这个标规的话 也许就必须要自费这样子哦 好那么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还是要 好好地照顾你的脑 不是等到有症状了之后再来用药 那现在可以防范的就是呢 请大家去看我这个之前 有跟各位开过一系列的这个失智症 如何好好地保护自己 如何爱你自己的脑如何保护你自己 那把这系列稍微了解一下 其中有非常多是日常需要在乎的事情 不是等到你出事再用药的事情 而是你从小你就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脑 因为这个β類淀粉蛋白的成绩 它并不是瞬间发生的 所以各位要非常的注重你的维护跟保养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